这五年来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强盛 人民生活的幸福 这五年是逐步回归的五年 逐步在寻找文化自信的五年 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互联网易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优质作品和优秀的影视从业人员勇幸而出 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 仍然取得了较好的场景 我们有志能招手做文学学校的每个现场杀手 农民也征收了 我和队友们拿到了两届市体赛的冠军 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想 这歌声的翅膀回到了澳洲 美洲 中亚以及东南亚的国家 都受到非常高的礼遇 我们一起以人物进入这个时代 更身处其中 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波澜壮阔 中国教育做了很多非常多保护的行动 在国外的很多东西都出自中国设计和制造的 水星期待了渔滨 不仅保护了环境 更生气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文明出行正在变成一种习惯 影视行业由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和人才被肯定 在行业的技术创新 绿色开发 以及共享等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这五年是中国往安全事业从小到大 从落到强的五年 经历了一个快速之后的一个 逐渐又回落到温度 人性 作品本身的一个过程 若是群体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帮助而改善的生活 我扮演了教育度之后 我的精神和思想得到了一次巨大的升华 开启了核心技术和草化之路 有20多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在我们的平台上运作了 我特别幸运参与到这些很好的作品 能够成为这些中国故事的一步 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的这个中央 记录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 随着中央对食品安全的忠实 对环境治理的忠实 对生态萌业的忠实 各方面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 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 人民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 尽管离开了部队 但是身上依然流淌着军人的血 使我客户重重困难 稳步千军 以多元文化的形式传递中国文化 使得中国文化在海外 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这五年国家越来越富强 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厉害了这五年厉害了我的国 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分子 非常荣幸 中国的传统文化 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向前世界传递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未来的布林网将更加的绿色 健康安全 一定会看到非常有冲击力的荣幸作品 向社会输送更多的创新型技术人才 成为工匠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弘扬中国文化精神 无愧这个伟大的时代 用心做党掉就一定有回报 大家一起为未来北京 美丽中国很努力 未来我将在传统文化的路上 我一直坚持着大踏步地向前走 我们将继续把用户需求放第一位 为用户提供更加智慧的生活服务 让人们的美好愿望覆盖你的这个健康人生的全落成 我们相信基因缺制一定会让人类更能更健康 老百姓心里一直希望有别的国家排得更好的东西出来 大家都在朝鲜方向去努力吧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全民阅读也不是一个梦想 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能够拍摄更多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很荣幸于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相逢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应该更加争气复活来给我们的安乐和合作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归豪破莫 朝着我们的规划 我们丰富 向我深入往往往前面 我希望我们国家 原创的力量更强大 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